试试的题目的话,总共基础是1到5 所以如果你把1到5做熟了 OK,你就可以参加第一类基础的Python程式设计的考试了 而且题目其实不多啦 然后每一类如果双数题就5题乘以25题 就是5乘以25题 然后你把这题目做熟了 基本上就可以参加 题目其实也不困难 你大概应该看得懂,打开第四类里面的话 比如说像这边这一题好了 基本上我的习惯就是我跟各位讲过 输入这个先看,输出 那我大概就猜,因为这个是最小的 意思是说输入这么多词之后 我把最小的输出就可以了 然后里面我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说什么 不能用串列,好像也没有 如果它说,请不能用串列 那你就真的不能用 如果它没讲任何方法都可以 因为像这种考试它没有所有的标准答案 它会只会检查说你最后 转出来的结果是不是符合它要的 OK 然后所以呢我们的方法 我这边有提供给两种解法 那这个解法的话特别重要 我的解答我有把它放在这边 最下面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你又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的话呢,这里下就会有了 那当然我是从第一类,第二类,一直到第四类 所以你可能要往下找一下 它位置是在第十六页 第十六页这边有一个402 那我大概讲一下我的写法 方法一 方法一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昨天上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串列 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建一个空的串列 也许什么,List1等于中瓜谷 对,意思是说我先建一个空的串列哦 二的话呢,我就让它A A等于int,让它input的一个值 那它就输入嘛,对不对 那我可以把这个值怎么样 输入这个值哦 如果它不等于999 因为999要离开,所以写一个fire回圈 fire回圈呢,如果A不等于999的话 那就帮我append这个List1.append 把这个A放到串列里面 OK,然后再来怎么样,下一行就是再帮我输入下一个值 所以它又输入一个100 然后再怎么样,回圈检查一下 它是不是999,不是哦 然后就append的到那个List1里面 所以呢,这样一直跑跑跑,跑到最后呢它是999了 它就怎么样,它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的话呢,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mini,有没有,mini瓜谷 之前我们是最高分是max 它另外一个叫mini瓜谷,List1 把它print了出来 结果就OK了 所以程式大概就只有1,2,3,4,5,6行就OK了 应该脑袋里面有程式了吧 慢慢你要养程式 就是脑袋里面也要 可以有一个编辑器 然后就开始打 所以有的时候 像有时候坐车,坐捷运,坐火车 其实也可以放空嘛 然后有时候就可以开始,脑袋里面就模拟 自己脑袋里有个模拟器 然后开始就想成是怎么写 OK,那也不会浪费时间嘛 不过也要看一下 千万不要一直 现在好像大家人人自我 今天坐火车我发现大家都比较有警觉性 好像大家都要看 互相会看一下看一下 为什么 你看那个新闻就是一直会有阴影 对,真的会不会有模仿效应 所以大家都很害怕 所以如果哪一天手放在口袋 大家就想说你会拿出什么东西来 太恐怖了 OK,好 所以 我是觉得他如果身上有防弹衣之类的东西 应该就那么危险 那么严重 OK,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刚刚那个两个解法 第一个解法就是我刚刚讲的 用串列 六行就写出来了 看得懂吧 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叙述的就是写这些 所以以后的话 你要慢慢有那种 那样的 也培养那样的能力 就是一边想 今天我先建一个空的 所以这个注解我就没打了 你自己再打一下 建一个空的串列 那我讲过了 我的习惯反正第一个串列 因为以后都不知道 因为 那个变数的命名真的很麻烦 有没有 你要想说这个例子叫什么 还要改一个例子 然后底线什么名称 常常觉得很 干脆就叫例子一 例子二、例子三 例子四 所以我的写法就是这样 那如果像之前有四个栏位就A、B、C、D 我会有固定的写法 主要是 我是觉得写程式要有一个懒人写法 但那个懒人写法 你又要有自己的一个逻辑性 所以你要慢慢去想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写得更精简 然后再来的话 我用到Input Input 必须要把它转型 放到A 判断一下A是不是不等于999 如果是不等于999 那就帮我把这个A的值 append到List1里面去 然后换下一个 继续再输入一个 所以输入100 然后append 不是999 再append 再948 直到全部输入999之后 它是了 OK 那它4999的话 那它就跳离回圈 跳离回圈之后的话 它就跑到这边来 OK 然后呢 它是 所以它这边少 它就不会把就是append进来 然后呢 这边就mini一下 最小的那个是多少 所以基本上我把它执行一下 那它让我输入 不过我偷懒一下 我习惯是拿这边的 把它复制贴 先贴 然后enter一下 这样就可以少很多麻烦 直接贴上去 然后呢它输入一个两个三个 所以enter 取最小值 -388 OK 那大家如果你要最大值的话 转一下就好了 max就OK了 最大值是哪一个 有没有 那不过呢 像这种写法六行 另外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我如果不用串列的写法 如果假如说 我不要用串列 我发现好像用串列会比较好写 而且比较精简 如果你不用串列的话 你可以怎么写 先输入一个值 有没有 然后呢 建一个变数 就是最小的mini 那那个mini的话 就是也许乘以0嘛 然后比对一下 如果 如果 跟输入那个值比一下 如果 比较小的我就留下来 比较小我就留下来 最后再把 比较小的留下来 那个东西 print出来都OK了 所以有第二个方法 这个是方法一 那方法二的写法 就是 不使用串列 所以你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不使用串列 有没有办法写出来 我跟各位讲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我另外有写法 就写成这样 不使用串列的写法 OK 那这怎么写的话 基本上 不过这些都算度节 我看 有没有程式比较短一点 我这边度节 都把它搬到旁边去看看 这边多一行 多一行 不过其实 应该也是差不多 第一个就是 我今天输入什么 输入input 然后不放串列 放哪里 直接就把它放到mini里面 那mini的话 因为第一次 mini一定是最小 就是反正呢 你就假装第一次输入是最小 那接下来的话 它不等于99 然后再判断 如果呢 这个mini 大于这个 a的话 然后呢 这个 把这个 a再放到mini里面 就是先比一下 哪一个比较小 比较小的就留下 比较大的就 就跳过 然后再来就换下一个 再输入 反正这个地方的话 就不断输入 比一下 如果比较小的留下来 比较大就跳过 OK 直到呢 最后留下来就最小的 所以printl 就把mini这个词 把它输出 看一下 应该理论上 应该都 最后结果应该是一样 我把它实行一下 OK 然后程式会多一行 不过这个一行 无伤大雅 OK enter -388 OK 那当然呢 理论上你也可以改写啦 如果说要留下最大的 颠倒一下比较好了 然后变数你也可以把它改成max OK 所以这一题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 402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 至于哪一个写法比较简单 你就记哪一个啦 看起来好像直觉上还是用串列 会稍微简单一些 OK 所以有的时候啦 程式真的没有标准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你就看你要怎么样先把那个 你输入的值 你是要先放串列 还是直接判断 但是有的时候啊 你可能要是你程式写的时候的那个流畅度 还是要稍微去想想看 所以我这边提供两种写法给各位 这个一个串列的 一个是没有串列的